每年的台北101烟火秀 绚烂夺目是一整年画下圆满据点的重头戏 跨年倒数你准备好要在哪里狂欢了吗 不论是全台湾的最高楼台北101大楼 还是内湖的摩天轮 都有壮丽的跨年烟火点亮黑色夜空 全台湾各地都有倒数计时 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气象专家说今年跨年到新年假期的天气都很棒 到底哪边最适合跨年呢 101北部这边稍微云亮多一点点 可能会有一点点飘毛毛雨的机会 但是因为这个人比较多 所以可能感觉的温度不会特别低 当然预报的温度大概就是17到19度左右 南部高雄的意大虽然比较空泛 不过他南边温度会稍微感觉 大概是在19到20度左右 今年台湾跨年烟火不止台北有 101大楼和内湖摩天轮 台中还有洲际棒球场 高雄也有一大世界 12月31号北中南要迎接2017 回别2016 千万别躲在家里睡觉喔 温暖舒适的暖暖冬天 就是要一起迎向全台湾最炫烂的跨年烟火 让自己明年的力量更加强大 大家去跑吧 让我们去北海岸 我要办party 我跨年一定要去日月潭 永度日月潭 好酷喔 可能没什么计划 就去看个烟火吧 101的烟火 对101的烟火 跨年倒数时刻 不论是和心爱的人手牵手 还是和最好的朋友在一起 都能留下美好的回忆 等待烟火秀划破夜空吗 现在已经紧锣密鼓 进入倒数计时 安妮新闻 每份廖俊潮众报道